事实上 神的话语不也是这样吗 都写在圣经上 给你用给我用 不过也都前前后后 我们其实也都是超圣经的 谁是原创圣经 只有圣灵原创圣经 你我讲道 讲的我们不要歪解圣经 可是全部原创是圣灵 是主自己 原作者是主自己 所以我们不是超圣经吗 我现在讲给你听 我也是在超圣经 如果我不是超圣经 我超到别的书 那就惨了 要讲道一定要超圣经 对不对 讲超不好听 或者说超 我们都说我们有创意 哪来的创意呀 全是圣经来的 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要分享的太多了 主知道我 那么主知道我是当然知道 完完全全 丝毫不差 那我知道主吧 我们总得要一个双向关系吧 不能老是主知道我 我都不知道主吧 不公平对不对 主知道我 我也要知道主多爱我 我也要知道主的能力有多大 我们都不要讲的 无限量大 我也要知道主有多少爱 多少爱分给我多少 我告诉你 公平的分给每一个人无限量 哇 当我一知道主是这样的 很自然的 我的那些愁烦就没了 我一照镜子我就笑起来了 是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这次我们感谢你 主啊 每天清晨 你都在调整我们的心 主啊 就如同调整一个频道 主啊 让我们最清晰的程度 我们来接收 从你宝座而来 要对我们心所说的话 主啊 谢谢你 我在这里 我的心在这里 我的心预备好 就像上周 你给我们的话语 你的怜悯 临到我们 是因为你的话 主啊 你的怜悯 临到 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我们一旦与你面对面 与你对齐 与你对接 很自然的 我们就成为正直的人 很自然的 你的荣耀 就注入到 这本来 没有光彩的器皿 因着有你的注入 你的同在 你知道我们 你也乐意造访我们 你也乐意与我们作息 与我们同住 很自然的这个器皿 就成为荣耀的器皿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每天清晨 这样爱我们 让我们每天清晨起来 我们一定会刷牙洗脸 我们照镜子的时候 当然所看到的 是我们外在的面孔 但是主 从今天开始 主要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是单单照镜子 看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 外在的肉眼肉耳 乃是主 透过我们的镜子 没有别人看到我们 因为镜子就是看自己 主要就看到 里头的我 有多么的甜蜜 有多么的有信心 多么的有盼望 多么的愿意 刚成壮胆 成为主所用的人 主要因此 当我们对着镜子里的人说 我要好好爱主 我要紧紧跟随主 我们的每一句言语 镜子就是镜子 我们离开镜子 就看不见了 离开镜子 那个刚刚说的话 也过去了 可是我们对着镜子里的人 说的每一句话 在天上已经有一个录音机了 在天上宝座 不但生命册上 名字稳稳地记录在那 在纪念册上 今天又添加了一个色彩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成为 帮助别人照镜子的时候 就像有的时候 我看到对方 哎呀 头发翘起来了 那我就会用手去帮忙 他把头发弄顺一下 看到衣服领子 没有把它翻好 我就会顺手去翻领子 让他能够 在别人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衣冠 或是头发是整齐的 主我们要如何的 当然我们要去动作 人家头发 要碰碰人家衣服的时候 也要经过人家的时刻 我会说 你头上头发有点乱 我帮你弄一弄好不好 你的衣服 领子没有翻好 我帮你弄好一下好吗 那个人基本上都会说好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轻微的动作 所以我们想要介入人家的心灵 帮助他 翻转他 改变他 不是我们能改变人 乃是 主 你差遣我们 成为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所传的都是福音 让我们不会以疑惑的言语 不会以小心的言语 乃是把神的慈爱 神的大能 神的智慧 透过我们的一点点的声音 一点点的小动作 所有的小动作 都是神要让我们做的 而不是我们一般 把小动作三个字 都讲成了负面的 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人 有小动作的时候 在球场上有小动作 那铁定是犯规的 主啊 但是我们愿意 把所有负面的 都要在耶稣基督里 彻底翻转 让神来使用 成为多人的祝福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